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不了上不了高 然后宝石又被脚压制不了视野 等于说毫无节奏又没有物理盒的情况下 凭借着一波拉扯般的团战 硬生打局面打回来 然后再一波开悟 抓死了牛逼三名队员 直接一波上高 是的 然后最主要是他们有一波就是下路那波团真是拉扯的特别好 三个点在那边打 没有办法 牛逼这边就是打一个 那波黑鸟没打出输出来 因为不知道打谁 就小精灵就有一个 VS就有一个 没有办法 最后杀了个VS 真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觉得上一把还是 你觉得 VS是为什么能赢猴 牛逼猴为什么这把输了 VS这边其实后期的处理挺好的 就是包括他两个酱油 就是救人的职责都已经都已经弄好了 然后可以看到剧毒那个大招 每次都能放到四五个人 那像Lan啊 冰龙这种 就在后面无缘无故就死了 就想法就是我能犯出一个技能就犯出一个吧 我们甚至看到有一波团战 就高低那一波 上路推高 黑鸟活生生没人打他 毒死在自己全身为口 对对对 在全身为口毒死了 这杯上可能因为我们觉得 牛逼在场上一定有优势的情况下 装备选择也有问题吧 他没有出笛子 其实 他们也不知道该打谁 就你打剧毒 剧毒有蝴蝶 然后VS小精灵可以救 好了 现在双方BO2的第二局已经开始了 你不知道 牛逼经过上一局啊 也是一个很懊恼的失败吧 能不能调整过来 感觉剧毒这一手也是 有点就少见的其实 Vince在一眼先办先选 牛逼天徽 Vince这个队还是展现了 他跟其他中国队不一样的一面 基本上只有Vince这个队打这个风格的阵 他们风格就比较独特 跟一般就是中国队不太一样 长翅膀嘛 比较飘 Vince 是可以起飞 Vince gaming 还是搬掉了小路 搬剧毒了 剧毒搬掉了 一搬剧毒 信邪 针对型的 针对型的 我信了 我信了 信邪 但感觉他们又不是只有一手剧毒 感觉 套路还是挺多的问题 其实信邪有一定程度来说没有问题 针对不了我就搬了 因为我打不过你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自己又不会打 对 就暂时我碰到你这个套路 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要不要搬卡尔 卡尔还在 Vince喜欢打卡尔的 跳刀跳刀卡尔玩的还挺多的 他还喜欢玩那个死灵法师吧 死灵法师 NEC嘛 嗯 他们有打过 他们有打过 我还是选择搬赏金 这样放了卡尔给跳刀跳刀 应该是拿吧 也不一定 我感觉他们的套路我有点捉摸不定 这个版本的卡尔 不搬不选 应该是几乎不可能的 卡尔狩王都在 就看你要不要 直接拿了卡尔 你必拿不拿狩王 或者说继续拿黑鸟 上把是一枪黑鸟 这黑鸟 我感觉他一种有历史不出来的感觉上 嗯 就是打着打着 我被毒死了 我就是想秒那个人秒不掉 对 冰眼玲珑心 冰甲的BP 三千多血 对对对 主要是剧毒还特别肉 剧毒还特别肉 我可以等你BKB玩了之后 我再放大 对 他有两手酱油来救 自己都带个蝴蝶 因为没有黑鸟去出紧箍棒了 嗯 两个肉顶在前面 两个酱油可以救 蝙蝠还可以打先手 看下牛逼一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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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急准圈你压不了他的 对 可以解 他反而猴子很好耗你的血 直接替你 然后穷鬼盾 有穷鬼盾的猴子 他可以越过兵线来跟你点 你点不过他 对 这边 牛逼这边是拿了一手兽王 黑鸟兽王 这手量的很舒服啊 对 黑鸟的输出起码是保证的 这个版本尽王确实是厉害 胜率也很高 看下WINS第二选 这边 感觉他们这手应该会拿一个酱油吧 先 可以选择的挺多的 其实虚空也能配卡尔的 赏金没了 其实我特别喜欢赏金配合卡尔的那种套路 中路打你打爆 但是人家中路站个猴子你就没用了 没关系啊 我可以在下路到中期我都能游得动 配合卡尔的一个天火 看下第二选 犹豫了好久WINS 这把拿不拿小精灵 WINS的小精灵 可以看到上把是打得很明确 他不要配小巧 或者干杯这些英雄 我自己打冰龙 教你打 教你玩冰龙 狗哥 我教你打冰龙 二冰这么说 狗哥我都半退役了 你这样合适吗 我只是一个替补 对我是传胖的替身 上把跟狗哥关系 他也没什么特别好发挥的 这边 他那个大招已经很难发挥了上把那冰龙 真不怪他 而且都盯着他在杀呢 蝙蝠就盯着他 跳拉 对 不过后面DP装备那么好了就不管他了 嗯 DP装备那么好 我不管你冰龙 让你打 我反正没物理输出 你急火也秒不掉我人 这边搬掉了一手 防推进的火猫 火猫 好的火猫打得不错 其实也有可能是他们选的阵容 就不太好针对这个火猫 抓不死 对抓不死 就直接搬掉吧 我自己又不玩 火猫不仅是防推进啊 前中期带节奏以及带线都是非常强势的 VS也搬掉了 搬掉了VS 上把VS也打得不错 救人都特别 他后期还出了A账 根本不怕死 我随便换 两个换 你秒了我没有用 我站起来我再换 VS搬掉了夜魔 卡卡的夜魔打得不错 四号位 节奏好 其实上把的烂按打得挺不错 对 可以看到好几次 个人发挥都行 他的反应特别的快 每次编不上去 反而是被他先养了 编 反应都行 就是感觉有力使不出 团战你的那个铁拳打到人家棉花上面了 人家撕两波千斤 剧毒的大招就是棉花 那个叫毒气弹 这个毒气弹好厉害 他可能后悔吧 我出了个梅肯 根本加不回来 对啊 没有什么作用 这个笛子还能稍微顶一下 给搬掉了一首尘 我拿了杜姆 四号位杜姆 三号位的是我 我这控制和爆发挺足的 杜姆在三技能改成地狱猎刃之后 这个动力对线就挺烦的 他耗血也很强 看一下Vince 第三选 他现在应该要玩一点能够 Vince没有拿大哥以及三号位的 对面有杜姆 但是有杜姆跟寿王这个大哥有点难选的 这杜姆很克丹和的 对啊 特别克丹和 而且瘦丸也是 线上都不好处理 这两个英雄打烈士路一战 你冰龙保不住他 你冰龙保不住他 又是吴大哥的 现在杜姆对线特别恶心 他是 反正就二三对点 虽然焦土被削弱了 小鱼人 顶着杜姆拿了一手小鱼人 没关系的 其实小鱼你稍微反应快一点 杜姆大不到你的 而且瘦王的状态的话也可以解一解吧 但我觉得 小鱼对线很崩 对线对不过 一个冰龙保不住 小鱼对线能力太差了 玩得好的小鱼 地狱猎刃是可以用buff解掉的 还是很难受 但是他对线对不过呀 他前面几集他 他怎么打一个末日加射王 打不了 打不了 这两个人特别烦 又肉 就假设他后面一手酱油把它撂开 虽然 这两个人你看 6B的 射王和杜姆两个人 在烈士路一战 又没爆发 又没控制 但是特别的烦 可以冲啊 对 能吃伤害 有续航有减速 就一不小心 你冰龙走位失误被我杀了 那小鱼也会被冲塔墙上 很强的 我拿了一手 萨尔 应该是卡卡打动物吧 狗狗打萨尔 应该是的 萨尔打小鱼有时候挺好用的 好 狂打 对 这狂个大就行了 你给我解状态你解解试试 解不了 这控制爆发好多啊 Vince第四选 而且有萨尔的话 他打团充点充起来 一个都跑不掉 我感觉这个正面已经有点对不过了 要想点其他的应对方法了吧 哪里手神域 神域救人 手完的一个大招嘛 神域前期保人还可以 嗯 但是Vince这四手一拿出来就有一个问题了 没硬控 他们的控制是什么 神域者的定身 小鱼人的定身 冰龙的减速以及大招的流人 卡尔的零碎的控制 牛逼这边会玩敌法师呢 牛逼搬离手先手 他们会选一手敌法师吗 你觉得 打小鱼人啊 小鱼是 死温还在 对 不是死温不好说死温怕冰龙呢 死温不好 谁在死温旁边冰龙大谁 几个秒 没有办法 其实 像Vince这边阵容其实不太好对付敌法师 找不了 搬了剑胜 刚想说拿剑胜也行 剑胜不怕小鱼 然后可以抱成推 三号外没选的Vince 干掉了一手蝙蝠 Vince这边小鱼挺关键的 他必须的肥 但是有点难 神域跟 看对线怎么处理 他拿了一手保人墙的神域 没有拿巫医啊 你的巫医蹲不住人 神域最主要是他还能解兽王的一个大招 死温还在 末日大了之后还可以救 拿死温没有问题的 拿死温这控制爆发就挺足了 虽然兵龙大反手大有点克 但是 我们DOTA圈还是有句话 头很硬不怕你针对我 我就是要拿 对 豪娘 这把应该不会拿幽鬼了 这把应该不会拿幽鬼 我拿了一手豪娘的飞机 选了一个打架盒 飞机跟萨尔 我这控制和爆发我们算一下 NUBI 飞机的爆发前东西 黑鸟的点输出和爆发 反正这小鱼如果不顺的话 基本上就 你发现没有 NUBI这种充脸还要多凶 对啊 你还跑不掉有萨尔 太凶了 这个充脸 小鱼是没有机会去切人的 NUBI一手反充脸的冰龙感觉不太够 拿个三号位 其实 三号位对线 打萨尔和飞机也不好打 拿了一手蜘蛛 打牵制 不能给你打正面了 对啊 完全打不了正面 这种 而且小鱼跟头不太好切入的 他前期线上一定有点优势 线上不优势中期打断 真不像上一把的 上一把 没有剧毒那个毒气态 他这 关键针在这小鱼这边 小鱼必须飞 看一下双方的分人 二兵 教你打兵龙 神域者Y 费斯边蜘蛛 shadow的小鱼 以及跳跳跳跳的卡尔 牛逼方面 航梁飞机 木继续打黑鸟 KP寿王 卡卡的一个末日 高哥的萨尔 看一下头很硬 教你玩会打得怎么样 他还没选人 进入比赛 看一下出门庄 我说这个兽王 那他可能 杜姆就不会往历史路走了 直接出了一个 他出了一个寒铁钢爪 他是一个人玩的 因为一个强混线的兽王 可能会带圆盾 这个杜姆买鞋 游走的杜姆 那这样的话 小鱼的压力就很小了 基本上是无解肥了 小鱼稍微保一下就行了 卡卡是鞋出门的杜姆 觉得还是 要游一下中路的卡尔吧 不能让卡尔去 卡尔是鞋出门的 鞋出门的卡尔 很罕见啊 那这样攻击非常低 打黑鸟 怎么不到 带了真眼的蜘蛛 可以结合 萨尔 萨尔带了真家眼 强压蜘蛛没办法 蜘蛛这个英雄 真眼和粉尼都不能缺的 也不太压得住 就是蜘蛛 只要等级就行了 玩的比较好的 我到了三级 这萨尔就不行了 对 到了三级 萨尔没OE 这小蜘蛛咬它怎么办 没办法 可能这手蜘蛛 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之一了吧 牵制 让自己黑鸟飞 让自己卡尔飞 赏金服 蜘蛛 蜘蛛来控 中单蜘蛛吗 补盾的中单蜘蛛打黑鸟 换线了 谁出门的卡尔就打烈士路 卡尔和神域者 这样就能混了 反而感觉牛逼这边被骗了 哎呦怎么办 这黑鸟打蜘蛛 蜘蛛三级以后很不好玩了 黑鸟是不是要主学星体禁锢 加上AOE 也不好用 中单蜘蛛 又补到第一刀 又补到第一刀 上路还是中规中矩 瘦王来扛压 杜姆先吃一个 还是上线了 只是他出鞋而已 但是这个杜姆上线 你出个寒铁光找干嘛呢 瘦王是也想保证自己的 你带个圆盾多带点补给啊 你买个寒铁光找了 寒铁光找了 寒铁光找了 没有那个必要 就是 是 下的二兵直接飞天来A一下 想拉双吗 没有拉出来 下路是 很罕见啊 一个编路的卡尔 中路是蜘蛛打黑鸟 护肥了 他们也是就是看这个分路 就是英雄选择的情况 就选择一个更好的分路 杜姆还是战线的 那我感觉这个瘦王出装被出错了 他又补了个圆盾 你这个寒铁光找不是白出了吗 打打野 没意 或者说打到杜姆有三级我去打野 那也不用这么少出啊 我有钱 任性 其实也差不了太多 这个鞋出门的卡尔好难补刀 42点弓 跟蝙蝠有的一拼 蝙蝠可以跌游啊 但其实蝙蝠混练势路也不会给你什么机会跌游补刀的 我跌游混等级就行了是吧 我拉野烧野 六五刀 诶 落了一个 来这边 我觉得蝙蝠原来是有金不朽的 他没有了 萨尔是空了个奥束缚 往中路走吗 有真眼吗 他有的 蜘蛛不好杀的 插了个真眼 下路小约 补刀并不是很顺 因为线上有两个人 嗯 杜姆走了 反而是杜姆考虑吃野怪 吃匹大马嘛 两匹大马 都是人马 哎呦 三匹马 三匹人马 诚看他舒服 哎呦 好难受 他应该想吃个萨特的 想找个大萨特的 没办法了 他还是想吃萨特 因为他吃的是大怪的这边 让他得回家了 肯定要送野了 买个纸黄送野吗 我说往上在混线 果然送野了 买了个纸黄 带了个粉 想杀蜘蛛 对 他没办法 目说不行 我拿蜘蛛没办法 我看着他不到 他主要 他只要下这个坡 小蜘蛛就会来咬他 插了个真眼 看到了假眼吗 互相都没看到 都在边上 那这样的话 应该说狗哥的这个眼 占优了 因为蜘蛛会以为这里没眼的 这里从几减速到 关是关过了 很危险 很危险 撒个网子 心灵之火马上要关 关自己 杜姆来了 杜姆是有粉的 感觉蜘蛛这边没有网了 但是 但是不敢上 对 小蜘蛛也卡住位置了 杜姆没胶土怎么敢上 这样的话不回家 好难受 上了现在小鱼单狮王 那是狮王不怕的 四级半 加了 现在狮王不怕顶线 你拼不过我有关怀 而且我还有小猪 关键是减速挺烦的 嗯 回中塔正受到攻击 萨尔五 五百块 两击波 还有这个卡尔13-4 有香味鞋就好补补了 这是个冰雷卡 没办法不能走冰火卡了 冰火卡特别依赖的 木已经无聊到A小蜘蛛了 准备不到 好多小蜘蛛来点 你打不过了一轮集火 掉鸡精100血 好 他持续的那个毒性伤害太烦了 他可以叠加的 嗯 王两来进入了 没办法我受不了了 他说蜘蛛 飞机能打 他有一个小AOE 高速火炮 也其实也不太好打 对 因为高速火炮CD很长 而且也不是个爆发 哎 上了速前 射力攻击 飞天 哎 这再被黏一下要死了 这个人是没有自救的 蜘蛛有没有蓝 没蓝吗 就打残了 我没状态了怎么办 你回家吧 下路 重步一波游走 卡尔松出了衣血 应该是黑鸟关的一个先手 黑鸟下去的 应该是萨尔的一个拉吧 不然 拉和关都用了 不然他看到黑鸟肯定第一时间会走的 因为是中路的一个 看着飞机不急 可以从路走 又来打了 没有高速火炮了 单杀了 不敢追 蜘蛛好像没有蓝 没蓝 他没有蓝 但是小蜘蛛还在黏 杀个王子 直接被小蜘蛛黏死了 都没有焦土的 他还是吃到了一个萨特怪 上路小鱼和小羊 打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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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射王有机会杀他 他是没有机会杀的 对小羊回不了血 有视野的 中间睁眼被反掉 还是没有拍到 水封瓷爆 路关过了 他关了这边的 死定了 论补刀能力 我只认神愈者 不要太好补刀 他好像是犯了三技能 是不是那个 犯T的伤害会更高 不是 那为什么我看他们都是 先犯三技能再犯一技能 三技能的话 他有个持续回血 对 放一技能可以打 你身上的三技能回血 给净化掉 一技能是带 然后先放二技能 因为我不会玩这个英雄 一点都 先放二技能再放三技能的话 他的 就可以二技能 魔法抗性 就净化掉了 不是 二技能是魔法抗性变满 所以我对你的回血的效果的话 你就第一下不吃那下伤害 就只有回血的Buff 这个 这个我倒知道 就是给队友加血的时候 是先上二 然后再上三 我告诉你怎么打DS 先看这个 被定身了 敌罪之夜 应该是跑不掉了 瘦王有大的 完了完了 能不能换掉小鱼 瘦王觉得不能打 不能一个打三个 不对是三打三 感觉 三打三 其实我感觉他大就小鱼 小鱼死了 他好一下可以杀的 他没判断好时间嘛 就是小鱼开了C了 怕解掉 嗯 他冲住他怎么办 卡也来了 急速冷却 我还连动都没动过 没有办法 根本就没有办法 所以最后这一手蜘蛛打 打穿了 我动我下来拨一下 一个小AOE 毫无办法 小鱼死吧打通了 告诉你怎么打一个DS DS 不是前期双套子 强行混两 混两集吗 对 或者是三个套子 你直接应该这个技能 全部给他进化掉了 就是套子 小冰山没套子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我 他这个清兵之末 是有一个进化效果的 嗯 是范围的 对 他撒了粉 赶紧跑 粉又对小蜘蛛有点做 但是小蜘蛛还得肯萨尔 小冰者TP救的 这双战友都是能救人的 发现没 对 这边战友都是救人 小冰山开了大招没死 还是要死 要死的 跳已经没了 买了点睛了 好想的飞机在对线 对不了的情况下 去找了一波节奏 配合了八级的兽王 兽王进行全场第二 就看这个兽王早就知道了 别的路说实在的 已经有点小崩了 水里冲击 他们这一手蜘蛛选的太灵性了 空弹蜘蛛来压黑鸟 给 完了完了狗哥 又死了 督目想给大没 督目想给大 给不到 吃法距离有问题 还是给了 吃棵树是干什么 啊 死了就死了 他回头吃了棵树 他没有 没有网了 主要是没有网 跑不掉了应该 一次一下了 一换一 不敢来了 小鱼来了 过来就吃棵 小鱼的C解不掉棵吧 解不掉 对 他就是这里会出个游戏 但是卡尔来了 鸡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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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狗哥救的 小鱼没跳到 七十许 差一点点 非常关键 狗哥的D很关键 就是小鱼玩跳一点点 他这个框也很关键 对 正好跳在那个框的边缘了 但是WINS已经取得对线的优势了 三路优 想逼这个1塔 这个塔WINS应该是不太想放吧 神运者5级 他这个基本上是顺发的 特别好用 尤其是K人头 他的CD很短 2.25秒 而且伤害很高 蜘蛛 蜘蛛 蜘蛛要出梅肯吗 没见过 INK你有没有见过出梅肯的蜘蛛 我出过 你出过 对好用 就是 团队圈没肯 对 对 队友来找他一块打 就是有些之中是自己带路线的 但是我是出过大鞋子的 就是让队友来找着我一块打 那还是比较罕见的 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装备 就是大鞋子的那个装备 对 他首先是飞蓝灰雪嘛 然后他那个被动其实也挺好的 而且每一场基本上我们队里面打游戏 每一场的这些装备都是我包的 三号位出残队道具 好 Wincy一波双人开悟 七级的卡尔 六级的神域 但是与此同时努币也开悟了 努币这边也是两个人的舞 Wincy也是双人带中压黑鸟的走位 这边要遭遇了吗 要遭遇了 破误了 吹风 被减速了 杜姆开了家土 如果是杜姆这个位置 吹风 磁暴 抱两个 吹起两个 抱 抱残了蓝胖子的蓝 这反而是末日那个位置 如果是受亡的话 吹了个隐身有粉吗 有粉的 以为在里面粉到了 递回来 他到他到正完了 不管再推他 这种小鱼人在打钱 神运者是早跑了 天灰中塔正受到攻击 还行吧 对面来了五个人 我死了个卡尔 双大哥都在打钱 这才是他们的双大哥 蜘蛛以及小鱼 小鱼之前死的 兽满了点睛卷轴 所以现在也有点睛手 进去上第二 好像受 比较受到压力的就是他了 你看这个中路都不敢一个人打钱 飞机放大了 他们拿这个蜘蛛没什么办法 因为也是最后一手点出来的 嗯 没有什么 他们只要能熬过这种 现在压力特别大的时期就行了 到二十分钟之后看一下 可能会好打一些 现在是特别难受的 这个兵线压得这么死 然后线站不住 但是关键是 你前期熬过去之后 这小鱼人出道跳刀或者引刀的干咳 你怎么办 没反补掉 差一点点 他是用补刀服补掉的 蜘蛛比较快 我多 怎么要出战鼓 蜘蛛没肯做好了 蜘蛛的话还是出战鼓 就是现在每周去的多套比赛 很多黑鸟 不出战鼓 你知道他也不出阿托斯 你知道他第一件出什么吗 跳刀 不是 什么 出一个不是很贵的道具 在阿托斯和战鼓之间 他的一个价格 我有点不太理解 分针练杀 分针 直接吹风 飞机一个反大磁暴 飞机蓝的爆光 打到三个 没蓝了 如果伤害打足了 好了 这一波 一换三 没有想到里面有个飞机在蹲这个兽 大招是全中了 飞机的伤害都打了出来 非常漂亮 小鱼人是一直在补发欲的 又出了一个 杀人拿塔 抓 出一个 他是出一个分针面杀 想起来还是有一点道理 分针面杀 属性很好 全属性加6 然后他智力是加18点 有回许 黑鸟其实 续航是问题 他回许有问题 他每秒回6 还加护甲 这些属性对于黑鸟来说都挺有用的 关键多了个主动技能的话 自己大招打人也挺痛的 倒感觉还是 有一定的作用吧 只能说 但我觉得还是没有战果阿托斯厉害 战果阿托斯肯定厉害 我贵都贵一些 我追着你打 他那个是战线的 最主要是战线属性高 对 加护甲加回血 黑鸟基本上续航的话 基本的黑鸟续航就是靠瓶子了 他除了这个道具甚至都不舒服的 而且如果队友他有法系爆发的话 他出一个分针面杂也挺好用的 吹风 可以关自己吗 没动过 直接被冲到根本就出不来 可以看到4级的兵的话 间隔非常短 0.4秒的冷却 冻结时间 0.69秒的一个间隔时间 0.2秒的8 0.2 等于说是0.29秒吧 嗯 关不出自己 那就意味着什么 因为这个关的一个施法前要超过0.29秒 他没动过 木也阵亡了 木的经济比较差 不如这个走边路的冰雷卡 这冰雷卡应该还要出个点筋补发育的 特别难受 冰线过不去 他们这边是被这个蜘蛛牵制的太难受了 你中路不可能不放人嘛 你一个人来我能杀掉 你也去我也去我也不敢去 这边好像又有什么动作了 看冰龙 全部靠过来了 甚至是 小鱼都过来了 但是意识到这边有点 有点 小鱼被递回来 直接交大 直接交那个大 萨尔没有加框的冰龙大 大住了卡卡接磁爆 卡卡没蓝了 有七个魔棒 卡卡很危险 又被减速 根本就没有蓝放大 小鱼没大不敢上 神韵者定身第四个 但是被定的分传 冰龙没技能了 飞机一个大招 跳到跳到一个吹风 神韵者给大 直接跑 又被尸王吼住 神秘也要死了 后面杜姆大又给到了 给到了蜘蛛 蜘蛛赶紧跑 小鱼可以切死狗哥 但是自己能走吗 走不掉了 点个筋死了算了 一换三 没办法 杜姆冲到前 控制爆发太足了 冰森 打不了正面 人溜逼控制爆发 我感觉小鱼 还是继续上路 那个带塔会比较好 他刷 他现在一个跳到 就刷就行了 他可能 压着你不跟你打团就行了 卡尔吹风 磁爆两个 一个都没爆到 好了 这波黑鸟关一手 瘦王没死 后面冰龙先死了 跳到也很危险 一刀 也死了 应该也死了 没蓝了已经 这波运势在干嘛 瘦王被带走 飞机空道 准备又撒到 这何必呢 两个人换了一个瘦王 他也没手术 主要是 刚刚那波小鱼为什么来 就是因为他觉得 他自己有跳刀了 走到睁眼的范围来了 又插了个睁眼 前面又是睁眼 这边还是睁眼 拐出去了 拐出去了 没事了 撒个网子 别走了 别走了 你躲到网子里面 有幽浮了 也会死掉 狗狗也好多 三个吧 那上面好像还有一个 这上面已经到时间了 已经到时间了 那我觉得Vinc还是自己的问题 他不应该去打正面的 嗯 Vinc就这么没爆发 怎么杀人啊 这堵不开的焦土 不怕死的 一个人打进阵型冲伞 经过这一波之后 努比领先了2000加的经验 和1000的经济 这把Vinc就没有那么容易翻盘了 没输出 上把的输出可以由剧毒来提供 这把谁输出呢 好了 滴滴走高 高扣想去插眼 呦 骄傲呆也掉了 打肉 不打 狗哥 哪个TB 射完跳了 一级输出了个跳刀 打先手 好了 这基本上这个蜘蛛的作用已经 没什么作用 强势器已经过了 他不敢过这个河道了 对 他的强势器已经过了 他不敢过这个河道了 我玩蜘蛛就是20分钟之后 我就不知道怎么玩了 我去哪 我不知道干嘛 就是 开始十几分钟 我线上会打出超级大的优势 然后你让你队友飞满 这队友带你喝汤满 你导弹出个BKB去咬对面大哥就行了 就是蜘蛛 就是蜘蛛这个体系的话 上次跳了跳刀又被抓了 看这一手救 应该能够救住 不会死 他所有的那个技能都交上面了 不会死 不会死 双倍回血 上路也打了起来 一龙一个大招 小鱼 这是没伤害的 怎么办 小鱼打不过飞机 小鱼没有大招 蜘蛛开大队 黑鸟关一手 瘦王死了 黑鸟直接一个大 现在三号位互换 小鱼跑了 飞机跑了 我递回来 递回来一个大招 没有给夸 跳了跳了能走吗 没递了 没技能了 跳了跳了 黑鸟跳了 我三下 四下 木师说我要证明自己 难道是要让木暴走吗 能暴走吗 暴走吗 暴走吗 暴走 哎呦 瘦王的死灵叔打死了 瘦王死灵叔打死了 好过分 好过分 木好心痛 这死灵叔死之前抢了个人头 对 我还在想怎么没有暴走 让他暴走啊 让他暴走啊 黑鸟一波55点 A了11下 瘦王不够情义 不够情义 你看 木上把是逼了一整场 我那么飞的黑鸟 对 而且这一把开局也很别屈 太难受了 我打蜘蛛 我熬过这个时间就好了 领先了6000的经验和3000的经验 对 这把WINCE是很难翻了 这要是能翻 我马上去WINCE的什么 官方 没有很那个的翻盘点 小鱼补了个战鼓 没办法了 出不来别的装备了 正面打不了 钱花在刀刃上面 他们就可能是不 中路那一波还真不应该来 这个蜘蛛是你的粉丝 大鞋 他出了大鞋子 密法蜘蛛我都没见过 魂界大鞋 我还我真正我出的 你不说我以为这是个谜团 就是 真的 又出魂界又出大鞋子 我只能想到谜团了 我想不到别的英雄 DS DS也有 一口骑射 再一口 电了一下 小蜘蛛没有加速了 直接狂大 直接开了个大招 狗哥好奢侈 蜘蛛就发现了 撒粉没撒到 撒到了 但是没有视野 小兵发现了 卡住了 卡住了 能不能找到 没有找到 狗哥 狗哥好奢侈啊 直接狂大 狗哥好奢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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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的反应也是都特别坏 这波开屋也没抓到人怎么打呢 上路推个一塔 开塔马 全面加固 不想放飞机来了 飞机是战国 想出双刀来打架吗 或许说是分身组 冰性清光 直接来打肉了也是 直接来打肉 不打了 觉得正面来抢了 战鹰又看到了人 一下 两下 小鱼好穷 不穷了 全场经济第一 你说他穷 谁肥 没有想象中的肥 不是小鱼这英雄 就应该很肥 出点睛手就应该肥 对就应该很肥 我觉得他要出BKB了 这不出BKB打不了了 22分钟 小鱼现在应该是 如果是个肥的小鱼 应该是跳刀点睛冰眼了一定 跳刀点睛冰眼 对 想一想 现在1700 战谷1800 3500 还差一点 再差2500 冰眼5000多 嗯 差不多了 多2000块钱吧 对 对 差不多 他多打两个人头 少死两次 就冰眼了 他选择继续刷 看到了2B 直接递回来 一个大豪彩 这边飞起来了 吹风刺爆 打空 狗哥 狗哥死前给了个大招 然后死了 跳了跳刀 冰家是死定了 伤害都溢出了 跳了跳刀送了好多点智力 55点 这边蜘蛛又来死了 完全没用 冰冰一个大招 A队友是没把球的 这边飞机要被打死了 但是这个黑鸟有点无敌 黑鸟有点无敌 黑鸟有点无敌 小鱼是只能看戏 黑鸟太无敌了 AB根本不敢上去的 他可能被A两下 连大招都看不出来 他根本就不敢 他根本就不敢 几十点 有受亡光环的情况下 黑鸟的攻速特别的快 你们知道关于神域者 我看到一个故事 神域者大招能救人吧 那天我记得妖精有一把 不知道打哪个队 对方有个神域者吧 他去捶那个人 对面神域者反正有个酱油 好像是烂什么的吧 一千多一点点血 随便秒吧 残血救了 然后妖精 那个很肥的斯文 砍来刀 暴击一千六 直接不看这个人了 直接暴死了 让你神域者去哪 看你奶的回来吗 直接暴死了 神域者拼命正在那里奶 刚才就是伤害明显溢出了 把黑鸟A的卡有七八下了 没有办法了 黑鸟的智力 所以把管跳到阿图斯战鼓 追着人A 黑鸟肥起来太苦了 这是赏金配黑鸟厉害 赏金配黑鸟 黑鸟人战鼓都不用扶 套了个标记抓着你A 而且中路很容易打出优势 给个减速黑鸟肯定直接让你A死了 这边还是开了一波我 这波牛逼之前已经领先了8000的经验 这蜘蛛有什么用 没输出 出了BKB也没用 不理他 我喜欢出那个梅肯鞋子 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那种出团队装备的 小鱼没办法 要出BKB吗 要出双刀 冰演出个穷人版的 杜姆跳过来 他在发呆 有一点点 可能在买东西 神域这有大 冰龙大 此次留下 只剩一个大招 神域自己也死了 小鱼跳到框大里面来了 被射网吼 应该也是死掉了 除了一个在侧面的蜘蛛全死了 GG 直接打出了GG 翻盘不忘 很果断Mince打出了GG 这样的话 这把也是非常的干脆 Mince在中期 眼见烈士翻盘不忘 直接打出了GG 然后双方一比一握手言和吧 各取一分 Mince的黑鸟也是证明了自己上一把 应该他 大人应该就怪那个兽王 我的暴走没有了 对 而且是一个死灵叔给强调的 好了 那这样的话 今天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 明天2点同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DOTA的比赛 我是解说猫猫哥 我是解说拼鼎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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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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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